其实多重的概念 也可以直接拿原来这边来改 那怎么改会比较快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顺便讲一下 这个7 我前面讲过可以用追踪的 那追踪的原理一定是有不要放这边 Ctrl向下 Ctrl向下它会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不过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下面这东西不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 是额外的说明 所以会造成侦测错误 所以一般是这样 要不就是把它删掉 要不就是在这个地方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空白列 然后让它向下移动 向下把它分开就对了 也许插入一个空白列 把它分开 这个时候Ctrl向下追踪 就会成功了 干脆把它删掉算了 因为这只是让你们知道一下 这个逻辑是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游标放这里 Ctrl向下 那这一个叙述上个礼拜有讲过 其实上下左右都可以 这可以侦测这个范围里面的任何的边界 比如说我最下面一列跟最右边一栏 这些都OK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刚刚的7改成向下追踪的话 那还记得吧 这个可能就最好 因为我们用range 当然你用sales也可以 只是说sales当然相对于range range会比较好叙述 可是range你放在回圈里面 回圈里面一定是数字 那range里面是放文字 所以它搭配不好搭配 用sales比较好搭配 所以你会发现回圈里面一定是sales 那如果会指定某一个储存格 我们用range 所以你打一个range 这个物件名称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那哪一个储存格里面一定要是文字 不过我发现有些同学对文字 这个双引号常常会漏掉 像刚刚同学少了双引号就不对 我游标放A2 向下追踪的话 我讲过点下去 打一个1 它会有个m的出现 那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然后前刮弧 尽量用选的上的比较特别强调 然后把它点两下 后刮弧 这个意思就是control向下 有没有 control是到这个范围的边界 向下xl档 有没有 当然如果你要其他的方向 你可以前刮弧 它会有上下左右 但是你会发现 常常会觉得说 老师前刮弧之后 刚刚会被挡到 现在又不会挡到 有没有 前刮弧 就会有一个东西挡到 你不用管啊 你就 我习惯我不用滑鼠点 我用键盘的向下就可以了 上下左右这边可以选 然后呢 另外我的习惯 按空白键选取 滑鼠也可以 我用空白键选取 空白键会多一个空白 你不用管它 你移开它自动消失了 所以我后面加个后卦点 向下追踪到之后 我要跟它要什么 要它在哪一列 所以你就告诉它说 请你回传给我一个 列的资料 它一直所拿的一个资料 意思是说 跟它要什么资料 这个东西在VBA里面叫属性 这个东西叫方法 属性方法 不过也不用讲 物件导向的观念里面 我讲物件导向可能比较理论 反正你就知道说 我今天要用什么东西 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 相关的资料放这边 大概就知道就好了 这个就物件导向的观念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房间有蛮多物件导向的书籍 晚上睡觉浅看一下 保证睡着 那概念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追踪到了 从A2向下追踪 那再把它复制一下 这样子 贴上一下 多一个 那所以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做对之后 把它成绩输出 这OK 所以如果说理论上 我又多增加了一个 随便 假设多一个人 那它当然一样 会向下追踪 所以清楚的话 再输出 它会自动追踪这边 有没有 Ctrl向下 那也就是说透过什么 这个地方追踪 它可以自动知道说哪一个地方 那什么地方追踪会不会成功失败 我建议是游标放这边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如果它跑到应该跑的位置的话 那表示没有问题 最怕就是中间会断掉 所以理论上你要追踪的话 一定是找那个 那一栏里面一定不会是空的 资料库里面有个概念 就是那个如果是key 比如说编号 一定不可能是空的 所以你就 一般就A栏 你就从A栏去追踪 保证不会失败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 再做多重 不是合格不合格 那所以程式的撰写 一把sub到sub拖拉加Ctrl键 就复制贴上 我觉得这招比复制贴上快了 第二个的话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请你把这边改一个 叫乘积多重 第三个的话改什么地方 就是改这边 先一样 这个我们之前是合格 所以先在这边把它改成80分 那这边应该是什么呢 A嘛对不对 那L十应该是D啦 可是B跟C怎么办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多重的话 请注意哦 一样是两重的 把这两重的一负 一负的这两行 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呢 请你在下面再贴上 把这边改成70 这边改成B 但是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逻辑里面不能有 一样的一负 两个一负 这样会错误 所以第二个一负 请你叫做什么呢 叫做Ls Ls 所以这个有点像写那个论说文一样 首先 其次嘛 再其次 然后最后一个可能就出此之外 有没有就类似的逻辑 那如果是B完成之后的话 C Ctrl 这个一样复制一下 Ctrl C Ctrl V 贴上对不对 那请你把这边改成什么 60 这边改成 C 改完了 所以如果你的逻辑很长 一直贴着贴着贴着 可以做的非常复杂 没有问题 多重 当然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做到 其实一幅里面还可以再一幅 一幅里面还可以再一幅 不过理论上 尽量刚开始不要写太复杂 不然的话哪里错 你根本也找不出来 所以逻辑里面还可以再一层 再一层再一层 你可以做非常复杂的判断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程式也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同意思吧 我大概只有把什么 把这边本来60合格 那关键应该是在这里 改完贴 贴之后的话多一个什么 ALS乙符号 应该不难记 OK 不过多做应该熟了之后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会不会OK 把这边的话直接输出 清除好了 其实不清也没关系 他们把它盖过去 输出 ACD 有没有 OK了 不过做完之后 同学就 问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 可是我习惯 像这个东西 我习惯会在 储存格的中间 那要怎么样让他 资料放储存在中间呢 他说以前可能就要这样子 最后VBA做完之后 再置中 我感觉好像 就没有完整性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希望怎么样 输出 完之后 顺便把这个范围 放在中间的话 特别注意哦 我们因为呢 刚刚需要逻辑判断 所以需要跑个回圈 那现在已经全部做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告诉他说 在4net下面 再来其实不用跑回圈的话 我习惯用range range除了可以指一个储存格之外 也可以指一个范围 那叙述方法就是 我从什么呢 从H2 冒号到H多少呢 H8 这个范围里面呢 我要做至中好了 所以特别说 1一样类似像选取 2的话呢就是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range是一个物件 物件里面的话 当然我讲过啊 这个手拿一个资料是一个属性 那基本上我要设定里面的 这个相关的设定就是透过属性去控制它 那有一个叫水平至中的 水平至中 特别说水平的话英文叫 Honironto 所以你可以呢 打一个H 其实有时候 如果即便你不知道 用拆的应该也可以拆得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用拆拆出来 Honironto 那对齐的话叫 eligumum 有没有 这边就有一个很长一串 Honironto eligumum 对不对 然后呢你就这个属性啊 就把它点两下 但是你要至中的话 等于 那至中就center 不过特别说 一般在VBA里面的习惯 前面会多一个 xl 都会拆的习惯用法 xl就ecel里面的缩写 center 打一个center ok 那我一样这边打小写 如果打对 它首字会变大写 如果没有 那表示有可能错 我们移开看看 这个也是小写 有没有发现 不过你会发现它首字是在这里 表示前面有没有 center 它这个有点像 它就是在ecell里面的一个常数 反正习惯上会加一个xl 这是l 不是e 不要看错 ecell xl center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希望输出之后 也顺便置中的话 我这边中断一下 我刚刚是跑到这边 这中断点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跑到这里先停一下 不要直接执行 不然的话 我看不到那个效果 所以我这边执行 给各位看 现在是空的执行 现在还没有自中 那如果我要执行它 我就按F8 或当然你可以按这边一下 执行 有没有发现 自中了 那当然一样 如果以后你要怎么样 你不要自中 你要靠左 靠右 那就是改一下 有没有 所以其实VBA里面的叙述方法 都还蛮口语化的 那所以未来假设你想要知道 Range里面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其实答案都在这里面 A到X里面都这么多 不过有时候不常用 你不用管它 反正没有人说 从头到尾每个都用过的 常用大概就那些 所以你先把常用抓出来 这个Hony Ronto 也不用背 有时候背不起来 点嘛 你就记得Hony Ronto 就是水平的嘛 那垂直的就Vertical 打一个V也可以 我们就Hony Ronto 打H 往下抓一下 然后传给它一个自中 X L Center就可以了 那请各位呢 试一下这部分 把它指示 画面先还给各位